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公 昨天比较担心啊 担心早上来看不见这只狗 结果这只狗还在 看了它,我还是比较开心的 看我今天给它弄点饭吃吧 好大的一盆狗粮啊 以它这个体型啊 我感觉它吃掉这一盆应该不费事吧 所以我就给它倒了很多的狗粮 然后配上水吧 我怕这个狗粮不配水的话 它会噎着 因为我感觉它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这只狗呢 我是昨天问过老板了 那么老板说呢 它这个是15块钱一斤买的 它这个狗大概有70斤左右 按它这样说 它得1000块钱买过来的吧 那我要是想要把这个狗救下来 估计要得花上1000块钱 至少要得1000块钱了 不知道它的话可不可信 反正呢 它的意思是至少1000块钱吧 因为它就1000块钱左右拿到手的嘛 至少我要不让它亏本吧 也就是它的心理价1000块钱 我跟老板说 我说这么漂亮的狗 如果要是吃了就太可惜了 给它留着看门还是比较好的 结果老板说 它本来想让它看门的 结果呢 它就是说 它这个风水 这个狗的风水不好 说它这个头啊 是个破头 就是它这个头上面有一道楞的 一道杠 说这是破开了 破开了就是破财 破相 反正就是风水不好吧 谁养它就是破财 生意会不好 所以呢 它要把它吃了 就不留着它了 我听到老板说这个话 我感觉有点可笑 它这个头就是 它这个头的花纹吧 不都是黑色的吗 上面一道白杠呢 它就说这个就是破相了 破财了 就是破头了 总之谁养它 谁就是不好 风水不好 也不知道它从哪听说过来的 最后呢 我就跟老板聊了一些 关于狗的问题 它喜欢吃狗肉 然后怎么烧怎么做 我也没办法呀 因为我想要这个狗 我不能得罪它 然后我要得附和它 只要它开心就好 所以呢 我还就是违心的说了 我还喜欢吃狗肉 狗肉得怎么吃才好吃 也说了一大堆 这个实在没办法 你想要它的狗 你肯定要跟它在一频道上 如果你要是反对它 你就是看不惯它 它估计你要是要这个狗 它肯定不会给你了 最后我跟老板说 说了很多 然后呢 它一开心一高兴 我说你这狗漂亮 我要到哪都找不到你这样的狗 然后呢 它一高兴说 那你拿去吧 无所谓了 我也不要了 它说这个 我感觉就有戏了 它说不要钱了 它说不要钱了 肯定是客气了 我还不能一下就接着呀 对吧 然后呢 它就接了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 然后就要忙去了 最后也没有谈下来 反正呢 我感觉有机会 等明天 等明天我再过去一下吧 跟它闲聊一会 把这个狗看看到底能不能把它拿过来 我看了它这个头 确实是黑头上面一道白杠 在中间好像就是破开一样 我是不会这么迷信的 反正我知道我要是救了它一条命的话 这个绝对是对我生意好的 比它们什么风水啊 这那都管用 是我感觉的 你看看这个狗 它看着我 它感觉想让我过来 或者它想到我身边 我离近一点 我来看看这个狗 想干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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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这个狗呢 一千块钱左右应该能拿下来 虽然贵了一点 但是能救一条生命也是比较值的 我的钱也一定准备好了 到时候再说吧